透過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機車直闖大門 被警方攔下後引爆炸彈 一瞬間碎片四散 四位警察和六位平民無辜遭殃 這裡是印尼第二大城四水的警察總部 警方重莊駐守大門 維安層級升到最高 炸彈客是一家五口 其中四人死亡 年紀最小的八歲女孩重傷送醫 來到四水其他爆炸現場 場面更令人觸目驚心 三間教堂遭到連環自殺炸彈攻擊 至少十多人死亡 四十多人輕重傷 凶手是一家六口 將炸彈綁在身上 分頭到不同教堂引爆炸彈 年紀最小的凶手只有九歲 警方研判這一家人的幕後主使 是支持伊斯蘭國的極端組織 神拳遊擊隊 事實上自從二零零二年 巴黎島遭遇印尼史上最嚴重的炸彈攻擊後 一直籠罩在恐攻的陰影下 炸彈事件頻頻發生 IS更是在境內積極招募成員 企圖擴大勢力 印尼警方時時刻刻都得繃緊神經 加強戒備 大安新聞做不現便